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电话是28824848 欢迎收听圆网台的自然疗法语力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与袁大名自然疗法医生 与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与最新的发言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发力的人生 Hello 袁先生 你好 大家好 我们有时经常听到有些长者 长者年纪的人士 开始吃饭、吃餐、甚至喝水时 都很容易是逐亲 食度和气管的喉咙很接近 很多时候,逐亲吞错了,吞到气管里 就会引起很多其他问题 肺炎等等 尤其有些病患者 可能是有些中风之后 其实在烟吞上也很有困难 完全不能吞到 如果在护老院或医院里 没办法,当然是吊营养液 或者插胃喉等 但如果还未进入那些 家人不想病患者或长者这么辛苦 可能要慢慢胃 慢慢胃也要很小心 袁先生,你在临床上 或者在同力疗杂的字典上 可不可以帮朋友找到疗剂 可以帮助病患者 在烟吞困难的时候 我最近在巴士里面有些广告 我看到他们开始受益液体的成物 让那些长者有烟吞困难 所以在人口老化 我相信因为年纪大 导致的烟吞问题 应该会越来越多 还有一个情况是因为中风 中风之后 他就开始出现烟吞困难 或者完全不能够烟吞 所以过去我们处理过 因为年纪大 他未必中了风 但是年纪大到 他开始不懂吞吞 很明显的神经系统慢慢退化 这个其中一个 当然比较多的是中风之后 这个是比较多见度 我亦处理过有些很有趣的 我有一个 也有几年前的 有一个病人来看症 他说了几多不同的病 他有不同的问题 但最后来我发现他有一个问题 他不是为这个问题来教我 因为他认为这个 这个没得于 为什么呢 他很有趣 我后来我处理他 他就慢慢透露 段ittäin 他有一个说 他经常written continued 除非那些 譬如像豆腐那样,他可能就能吞掉了 不然他每次吃饭,他一定要吞渣 他只告诉你,他吃饭也不会吞 当然他也六十几岁,但不是太老的 他不是这个情况,他说他从小也是这样 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问他的喜怜 我问你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他说他小时候在家一起吃饭 他经常被人说他吃得太慢,而宅骂他 他慢慢变成,他吃得快点,咬几下,吐了便快点 他想吃快点,但他又吞不下去 他当时小时候应该不是吞不下去 应该是这样的,只不过他吃得太慢 家人就周围周围周围 他在这种宅骂的心境之下,他就选择吐了便快点 结果,大概是小时候,慢慢大的时候 一直都是这样的习惯 结果,我企图配饺饺饺 最后我就找到那个疗劑的原因 就是因为被人杂骂 这个疗劑是被这种起因的 因为被人羞辱杂骂 而他的性格就是忍住忍住 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容易被人欺负的性格 结果,我就给了疗劑 因为大家可能听得多 有些学生可能都知道 这个疗劑是非怨曹 我给了疗劑之后,他就慢慢好 当然不是立刻痊癒 他就慢慢痊癒了 通常我也跟他们解释 你便慢慢痊癒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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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最后他就一路吃一路吃 一路吃,改善一路改善 他经常说我是他的救命恩人 其实我们用同学疗法处理之后 其实很多所谓疑难、雜症 我们都可以用同学疗劑可以帮助得到 好了,我们看看字典里列出来的疗劑 例如烟吞困难的疗劑 其实真的很多,有过百只 可能二百多只 大人都幸好有些是大一点 常用一点 有些就没那么大 我通常先考虑那些大一点的疗劑 例如Beretacard Beretacard是碳酸胚 通常Beretacard是给老人家的 老人家老到原始变成一个小孩 通常我遇到一个老人家 他老到回复像小孩 又害羞、又不敢说话、小胆 我会考虑Beretacard 如果他中风之后 他的神经出现问题 我会考虑Costicum这样的疗劑 所以其实疗劑也很多 我最近有一个症 他这个是MS 他坐轮椅进来的 他自己是个医生 他自己就像非洲行医的医生 他就因为MS 很当然了 他就慢慢地就没有力行路 没有力举手 还有包括一个症状 他认识开始慢慢均匀 他老公每次都推轮椅进来的 都跟着我一段时间 通常我现在都是每个月跟着 但是他是慢慢慢慢地推下来的 我试过不同的疗劑 最后我就用著alcemium 他就说那是有帮助 但当然他也不能够走回路 始终他的问题也很久的历史 很多时候会出现肺炎 或者吞进了肢气管炎 会出现肺炎 所以他都很头痛 难道他又不是那么老 难道要用管去胃 他自己都不会喜欢 其实我们的疗劑是很多的 要视乎病人的症状 譬如病人说 我一定要喝水才能吞到 这个很多人都会有的 他一定要喝汤水才能吞到 疗劑有Belladonna、Dinke、Cactus、大花、千人长、鬼琴、Natron carbonicum 这类的几个疗劑 如果有些人喝水就会不舒服 我们也有几个疗劑 Dinke、南美蛇毒、Sharmonium 也有很多疗劑 如果他说 有一个症状很有趣 我还未遇过这样的病人 他说 如果他要认识 他一定要用手按住脚 怎样按住脚 他才能认识得到 他可能要扶着脚 要扶着脚 或者要focus在脚位置 要动 虽然我未遇过这样的症状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症状 可以考虑到污头的疗劑 有些情况是 喝水不行 但是吞水 吞力体不行 吞固体就可以了 这个很奇怪 一般来说 应该液体肉体容易 但固体反而容易 我们的疗劑就是 Ignatia 和Heilzheimer 黑凉石 Heilzheimer 也有些人的情况 吃东西都很急 他习惯得很急 可能导致他出现疾症 他也有几只疗劑 包括丁剑 Anacardium Anacardium 马鲁甲斗 这几只疗劑 OK 如果他觉得 他认识的时候 觉得有些是阻塞 其实也有很多疗劑 Heilzheimer Beladonna Lecasus 南美蛇毒 水银 汞 硫磺 硫磺 Stramonium 这几个常用的疗劑 病人觉得症状好像有东西 还有一个症状是很有趣的 虽然我还没遇过这些病人 但是疗劑是很特别的 只有一只疗劑 这个症状是什么呢 它只能够烟吞固体食物 哪吞食物 吞到差不多的时候 突然之间就会吐出来 嗯 这个挺有趣的症状 它只能够吃 即是吞吞一下 固体的吞吞一下 但后来会吐出来 吐到某一个位置 它就会大力 很强地吐出来 这个疗劑是nature muriaticum 这个疗劑的疗劑 所以在我们的同学疗法里面 大家遇到什么问题都好 其实记住不用灰心 真的可以再试一下 走投无路也好 再试一下同学疗法 有很大机会 同学疗法是可以 起码可以舒缓到 帮助到 我上一年前也有一个症状 她的疗劑也是intern越来越差 而她出现的原因就是 占动症 占动人 她的家族性 她的兄弟弟弟弟弟 都是这个问题都很早过身 其中的症状就是intern越来越差 很可惜我未有机会医得到她 因为我都试过几种疗劑 但有时候真的不容易找到 因为她完全没有什么症状 唯一的症状就是病名 占动症我也有很多疗劑 Amyotrophic Letrosclerosis 也有很多疗劑 当然她的身体慢慢痰劳 但她就未至于要坐轮椅 但她觉得自己的intern是越来越差 她自己的弟弟是两年之内就走了 很可惜 我觉得始终如果我们有机会用到疗劑 有机会可以帮到她 起码延长她的寿命 或者这个问题可能拖迟才正式出现 大家也知道 Steven Hawkins 他也活到差不多了 当然用很多科技来支撑她的生存 但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疗劑 也有机会帮到这个情况 谢谢袁医生 始终今天讲这个题目的时候 可能在不同的情况下出现了 intern的困难 最常见的就是 年纪占大的时候 神经系统开始退化的时候 我们可以透过疗劑 发现问题出现了 立即使用这个疗劑 而是可以将她的伤害性 或者她的程度拖起来 减慢了她 令到本身的病患者 她的生活上真的可以达到质素 照顾者也不需要那么长时间困扰 所以大家要了解了 或者认识到同类疗法之后 对于任何的问题都不要放弃 都不要放弃 应该内心点 找一位专业的同类疗法医生 帮你们去解决这个问题 或者未必可以 即时完全一%逆转回 起码可以将生活质素改善 起码将病患者的问题 可能隐瞒去、拖换去 才能令这个节目 达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所以家中常備的疗劑 可以达到不时之需的情况 多谢袁医生今天和我们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刚才提及的疗劑 或者其他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海外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会诊 可以email到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御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 谢谢袁医生,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拜拜